和大文豪、马克吐温做朋友 受到美国总统亲自接见 这群熊孩子有多牛 140年前 一群头戴瓜皮帽 身穿蓝袍挂的中国幼童 来到了太平洋彼岸 别看他们虽然年纪轻轻 但每个人的肩上 都担负着救国救民的重任 公元1872年8月 为研究奄奄一息的大清帝国 培养洋务运动的可用之才 清政府在曾国藩、荣宏和李鸿章等人的提议之下 开启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幼童留美计划 按照计划 清政府每年要挑选30名幼童赴美留学 学习国外先进的军政、船政、制造等方面的知识 这些幼童外出留学时 所需的一切费用全部由清政府出资 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打造一批先进人才为国效力 为了选拔出优秀的幼童 清政府专门制定了一套极为苛刻的选拔标准 畜生要清白 人的思想要敏捷 学东西要快 长相还要好 长得要体面 出国以后影响国家形象 这个名字起得不好的还得改 不亚训者要责令家里还得改名字 所以要求非常非常多的条件 很苛刻 只有那些样貌端正 聪颖好学 家世清白的孩子们 才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出国留学 政府买单 这样的好事 难道还怪有人不愿意 但现实并不像他们所预想的那样 前来报名的人寥寥无几 莫说官僚权贵家庭 就连一般的小康之家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出去留学 因为在那个思想封闭的年代 所有的家庭都认为只有科举仕途才是求学之道 没有那家父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偏僻的蚂蚁之地 作为中国近代所谓留美归国的学生 荣宏曾切实体会到招募留学生的艰难 他十分理解这些家庭对留学的排斥 因此为了寻找到符合条件的幼童 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拼命宣传 在他的努力之下 终于凑齐了30名愿意前往美国的幼童 而这群幼童中的大多数都来自于广东和江浙沿海一带 相比较于内陆地区 这些地方的人们与海外交流的更为频繁 他们也更愿意向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接受一些新思想 行程之前 被选派的幼童们就要先去上海的预备学校中补习英文 以便他们到达美国后 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环境中 除此之外 他们的家人还需要在一张出样证明书上签字画样 言明事出自愿 至此 第一批30名流美幼童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他们将从上海出发 向往太平洋彼岸 开始他们崭新的人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漫长旅途 这群幼童们终于成功抵达美国旧金山 而此时的美国正处在工业革命的中心 高楼 煤气 自来水 电梯 这里的一切对于这群孩子们来说都十分新奇 他们在努力地探索这个未知的国度 跟随他们一起抵达旧金山的 还有大臣荣洪 他此行的任务就是 将这些幼童们妥善安排到当地的寄宿家庭中 而且 为了能够更好地管理这些留学生 隆红还让朝廷奏请 在美国设立留学生事务所 由清政府派遣 政府监督官 管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仅仅仅一年时间 这些幼童们就熟练掌握了当地的语言 并凭借着出色的学习能力 在美国各个学校成为班级里名列前茅的学生 中国留学生的完美表现 不仅让身边的外国师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 更逐步消除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东亚病夫只是个不屑实际的词语 在美国留学的数十年间 这些留学生们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转变 从最初脱去长袍马卦 到最后剪掉长辫子 他们在一步步的前进着 但这些进步的举动 在清政府眼里却是十分的大逆不到 对于那些背叛祖宗的行为 朝廷更是断断不能容忍 1881年 清廷宣布 将所有留美学生撤离回国 这项声势浩大的幼童留美计划 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半途而废的命运 面对这种情况 耶鲁大学的校长联合一批美国友人 置信给清廷 指明了撤回留学生是个错误的决定 但清政府并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 最终还是选择召回所有的留学生 据不完全统计 在这些留学生里 有22名考入了耶鲁大学 8名考入了麻省理工学院 三名考入哥伦比亚大学 这些背景离乡 并在异国不停为中国赢得荣耀的年轻人 根本不曾想到 在回国之后 迎接他们的警示 无数的冷言与嘲笑 从下船登岸起 他们就被水兵强制押送 忍受完围观人群的各种嘲弄 还要在倒台亚闷里强迫下跪 接受倒台大人冷冰冰的讯问 为了防止他们逃跑 清政府甚至还派人 将他们关在毒气熏鼻的破屋子里 待过三天后 这些留学生们终于被放了出来 并逐个的被安排到一些 无关紧要的岗位上工作 他们外出所学的本体 根本无处发挥 但即便如此 他们始终怀揣着一颗暴火之心 终于 北洋政府的建地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李鸿章的一句话 使得他们终于有机会 能够将留学学到的知识 运用到国家建设中去 根据所学专业的不同 他们分别被安排到教育 铁路 外交等各个行业 在不同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之后的几十年间 他们之中产生了许多 我们熟识的各行业领军人物 其中包括 中国铁路之父 詹天佑 民国第一总理 唐绍仪 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 唐国安 清末外交大臣 梁敦言等 他们在小小的年纪 就已经肩负着国家的使命 扛起了民族的希望 虽然时隔140多年 但他们的故事仍然是 无数后辈们学习的榜样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伊拉罐 带你看 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